随着夏季天气转暖 风浪转弱 不计其数的非洲人又一次开始听二走险 坐上各种各样的船只跨过地中海 偷渡去欧洲 去年 除了成千上万横渡织布罗陀海峡的非法移民外 还有创纪录的三万一千人登陆西班牙的加利纳群岛 两万两千人在意大利近海被捞起 然而 还有许多人永远地消失在了海上 在过去八年中 已经有五千人死在了从北非偷渡到欧洲的路上 摩洛哥盛产磷酸盐的胡里巴士是很多非法移民的出发地 在那里也有一群摩洛哥人试图说服他们的同胞留在自己的家乡 那么情况如何呢 下面就要随我们的记者John Lawrenson一起将目光转向摩洛哥小城胡里巴 一列满载石块的火车从矿区隆隆驶向卡萨布兰卡的港口 胡里巴的人们每时每刻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现在是黄昏 孩子们正躺在床上 从城外下班回来的医生和银行职员正避开家里人 喝着啤酒聊着天 此时此刻有些人正听着这火车的声音 想着今晚他们也要动身了 而且是一去不复返 磷酸盐产地胡里巴同时也是非法移民制度 在阿拉伯语里 这种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孤注一掷的行动 叫做赫里格 我巴不得马上就走 我刚毕业 可是在这儿我永远找不到工作 这里没有任何希望 我已经试过偷渡去欧洲 我们五个人藏在货船上面去加纳利群岛 虽然那次我们被逮住了 可是我以后还会去 去了那里以后能做什么呢 什么活都可以干 也许干体力活 我想离开 可是我没有钱 我是个实将 我一个星期挣40美元 这点钱刚够我过日子 去欧洲 你至少得付给舌头1300美元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家里只有我母亲和我的几个弟弟 他们需要我移民 他们要过上好日子就都指望我了 阿赫迈德纪念21岁 法提玛扎拉22岁 可是命运的坎坷已在他脸上留下了印记 我来自湖里巴外的一个村子 有一天一个舌头说可以用冲汽摩托艇带人去意大利 我们凑足了钱给了他4000美元 很多村里人都给钱了 总共跟他娶了60个人 后来传承了 我丈夫淹死了 只有五个人活了下来 我们在20个人活了 也没有人活了 《互利巴移民广播》是由意大利非政府组织帮助在去年成立的 它的目的就是减少偷渡客的死亡数字 节目通过网络讨论偷渡的危险和种种令人失望之处 打破了社会话题的一个禁忌 主持人之一叫帕哥 他的这个西班牙语名字来自于他第一次欧洲执行 一个名叫帕哥的海滩救护员 把他从织布骆驼海峡的水域中救了出来 他的船翻了 差点被淹死 这个西班牙人救了他的命 并把他送回摩洛哥 回国后 曾经是街头小贩的帕哥 加入了非法移民受害者家属协会 并且成为了很多狐狸巴年轻人的偶像 可是现在他远走高飞了 雷拉梅法克是帕哥的搭档 他说他现在还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帕哥持旅游签证去了欧洲 几星期前签证到期了 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对非法移民活动的精神领袖 最终自食其言 偷渡去了欧洲 对非法移民受害者家属协会的主席卡利尔 解码来说 帕哥的离去打击很大 他说 我们失败了 其实 即使帕哥不走 情况也不见得会好转 最近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虽然在过去六年中 协会一直对年轻人灌输偷渡的危险性 非法移民的市场还是越来越大 卡利尔说 不利于我们工作的因素太多了 我们没有成功的机会 比如 工资差异 在摩洛哥摘一天西红柿的报酬是4美元 在西班牙是40美元 但卡利尔认为 驱动非法移民离开非洲的 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经济上的 而是政治上的 心理上的 文化上的 就如这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 这首歌名叫《远走高飞》 和很多别的歌一样 这首歌赞美危险的旅程 舌头和他们的受害者 都成为了为解救贫困的家庭 而牺牲自己的英雄 很多在意大利 法国 德国 或荷兰挣了钱的摩洛哥人 回国度假时 会在饮料昂贵的舞厅里大肆回货 大约有300万摩洛哥人住在国外 占到摩洛哥总人口的10% 其中有一百万在夏天回国度假 雷拉说 这些到访者 对当地年轻人的影响是杂难性的 他们想装成有钱人 他们虽然脚跟还没站稳 但已经在想过天堂般的生活 他们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行为 他们说话的样子 穿着的样子 花钱的样子 雷拉说 这些归国者 有好车 有好礼物 使得很多家庭羡慕不已 这种反差 让留在国内的人很难承受 有些人觉得自己一文不明 索性冒险偷渡 卡里尔回忆说 曾经有人在一群偷渡者 淹死在直布罗陀海峡号说 他宁可和这些人一起淹死 也不愿一天天地在父母怜悯的眼神中 慢慢死去 死了丈夫的发提马 有同样的感觉 我丈夫死后 我公公和婆婆就把我和孩子撵了出来 他们说他们养不起我们了 他们说我已经够幸运了 在我丈夫还年轻力壮的时候 占了他的便宜 我只能进城找清洁工的活干 我拼命干活 一天也就挣三到四美元 我的两个孩子 两个兄弟和我妈妈 都靠我的收入过活 每次我孩子问我 为什么别的孩子有的 他们却没有 为什么别的孩子衣服好 而他们的衣服破 我都希望自己快死掉 我宁可和我丈夫一起葬身大海 也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自从帕哥走了以后 卡丽尔·吉玛就没有心思 再劝说像发提马这样的年轻人 留在家乡了 他甚至认为 的确有很多真实的原因 造成人们纷纷离去 贫困 腐败 群带关系 还有缺乏民主 吉玛说最大的问题是 改变这个社会的最佳人才 都离开了 中文字幕志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